無人機的職業選手 大家好 我是家琦 我是無人機的職業選手 如何為止職業選手 日常每一個工作 基本上就是去比賽 無人機除了用於航拍 近年亦衍生出無人機競速比賽 不過這架航拍機 跟我們平日見的無人機就很不同 裝上攝影鏡頭 玩家透過小平網或圖傳眼鏡 就可以操控無人機進行競速 家琦現在是香港僅有的幾位職業機首之一 但很少人會想到 他是由化妝Sales轉行成為機首 化妝品這個行業 其實是一個發展得很大的前股份 大概是4至5萬 即高峰期一個月會有800元 頭過8年至9年是很喜歡這份工作 是有熱誠 那時候就開始接觸到航拍機的東西 買了航拍機自己回來玩 開始慢慢玩一下玩一下 大概玩了一年多兩年 開始慢慢忠誠 他很好玩 為什麼可以飛起那樣東西 可以飛到那裏拍到那樣東西 自己的心就開始分了三四成去航拍機 那時家琦用業餘的時間來參加世界無人機比賽 慢慢發現原本的工作比較困難 機緣巧合下 在一次參賽的過程中 有位無人機的廠商招募他做全職選手 他亦因為這樣轉了行 家琦說全勝時期贏了比賽 一個月就可以獲得11至12萬獎金 一般職業無人機選手 第一樣東西會靠獎金 第二樣東西就是靠一個聯賽 和我自己的店舖 店舖的收入內 其實在生意圖中都能顯示到 因為會多了很多新手 他們會上來買東西 他們會問這是什麼來的 他們會上來選購他們想要的 無人機競速機的產品 或者他們想練習 他們會買一些練習的產品 另外再增加一件事就是學校 學校其實他們有STEM計劃 所以學校的生意都增加了 家琦的店舖現在每個月 都有超過7位數的收入 而且見到香港的玩家也越來越多 不過好可惜的是 香港政府目前對這項運動的支援 仍然很不足夠 和韓國、美國特無人機 勁速發展得好的國家 仍然有很大的差距 如果你是韓國 它基本上就是在首爾裡 有一個公園 基本上就是他們的練習地方 韓國他們練習這項運動 是很有系統的 他們有一個公園 每天我們9點就開始了 我們到了晚上5點 我們就結束 你們就過來練習 所以韓國的選手是會特別強勁 我們玩這項運動的選址 其實可能去一些很偏僻的地方 我們去偏僻的地方 玩都不要緊的 但是會被人投訴 或者可能我去過公園玩 又會被人投訴 政府真的沒有背痛 去年第一屆世界無人機錦標賽 原本想選址在香港舉行 結果得不到政府的即時回應 最終在深圳舉辦 也成為了不少香港無人機選手的遺憾 我自己覺得是很可惜 來的人都很容易 不同國家來都很方便 香港其實就有兩個行業 就特別恐怖 就是金融和地產 但是不是每一樣東西都用金錢去掛稅 有些可能真的沒有生業價值 但是它有人民價值的東西 政府應該看多些這一部分 比如先知先覺少少少 有些冒險精神 將來有機會會製造到一些價值的運動 為多一點的支持